大家好,今天找了一隻精工錶 不是,是東方錶,不是精工錶 但嚴格意義來說就不算是精工錶 但如果用這個寬鬆的角度來說 這隻也是精工錶,待會我會解釋 這隻東方錶Ori-Rent 有些朋友,老一輩會叫做雙屍 因為它的Logo真的有兩隻獅子 其中另一個叫法叫做雙屍 東方,或者說它的英文名字Ori-Rent 整個錶的設計都很古典 我最喜歡用羅馬的字,先量一下大小 42,直徑是42 接購,定價不貴,3580元 現在正在做特價 它整個錶盤的佈局好像有點複雜 其實主要是三個功能 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是用指針式來顯示 這個是Day of the Week 即是星期幾 星期一,星期二 它用指針式來顯示給你看 另外這裡8點鐘位置 就開大了 就是日曆 這個就是Day of the Month 即是一個月是第幾號 另外這個就不是月相 這個就是我們叫AMPM Indication 即是告訴你其實就是日頭和夜晚 主要是這樣 嘗試移動給你看 那就要跟著它 這個是日頭 那如果一邊移動給你看 那如果一邊移動給你看 就會差不多是夜晚 夜晚有個月亮 那這個黑面的很傳統的一個羅馬字 這個羅馬字是很難看的 以前的駝標就是這個設計 所以才有紅12 如果我這樣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你是真的未必那麼容易看到 哪個是12 哪個是4 應該是 我這樣移動一下 好,看看底部 正正常常一個移動 它自己 這個是自家機心來的 我非常相信 50米防水 日本製造 這裡有些編號和型號 這裡有個字很特別 精工都會有的 叫做Epson Epson Epson 不是叫Epson 我讀錯了 我更正 E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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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SECLE Epson 其實你 拿一個寬鬆的意義 它就是 它簡直是精工旗下 因為精工其實分了 精工集團分了三大的姿勢 一間就是精工 另外就是 第二間就是SII SECLE Instruments 就是 你買到的機心 什麼NH35 都是寫著SII 另外一間 專門出半導體的 就是SECLE Epson SECLE Epson 旗下 就是擁有著這個牌子 所以你說 用一個寬鬆的意義 這隻都可以說是一隻精工錶 嚴格意義就不是 這隻是一隻東方錶 就是 3580元 布局 是很多東西看的 我很欣賞它這裡有兩顆螺絲 是很有誠意的 這兩顆螺絲 我不相信是裝飾 應該是鎖住一些東西 就應該不純粹是裝飾 那 很有心思的 白色的針 沒有夜光的了 那趁那個黑底 配合 字盤 其實是 是配合的 整個格局是配合的 OK 今天介紹這隻 東方正公錶 多謝各位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